台湾选举太平凡 在上个礼拜五晚上 也就是像今天的晚上 不幸中了一颗子弹 这颗子弹没有置他于死地 而却流弹到了黄信先生 让他一命呜呼哀哉 我代表连家到黄信家里 去表示哀悼之意 去置上殿仪的时候 黄爸爸说 他说台湾选举的风气 真的要改了 他在美国住12年 这一趟带着小儿麻痹症的儿子 回来台湾 主要是要见证台湾民主的发展 是否跟12年前 他离开台湾有进步 所以儿子在整个造势场合的最前线 做个轮椅 在听复选者的演讲 结果就这样不幸的往生 爸爸没有说一句情绪的重谎 他只要我有机会的话 待会他转达 台湾选举的风气要改善 政党之间要彼此信任 各推好的人选出来 而不要去做一些假设性的揣测 以致到相互的猜忌 我们看看连家人 儿子躺在医院里面 没有对外说一句情绪性的话语 更没有去批评任何一个人 不管黄家连家 都值得社会 大家一起来借敬跟学习 回头来看民进党 现在要对于肇事网会那天主持人 听说要提提告 我是主持人之一 在八点二十分发生枪击案的时候 我们一直压抑着 一直把这个秘密守住 到九点多 真的看情况没办法再掩盖了 因为电视跑马灯都已经跑出来了 所有在现场的这一些支持者 都收到简讯 所以我们不得不 除了安抚群众 我们希望大家要理性 希望大家不要激动 一定要安全为第一 而且在十点前不要离开会场 做了这么多安抚群众的协助工作 竟然最后变成是 什么催化选票 甚至操弄族群 还是说我们再故意炒作 天地良心 民进党提告前想清楚 真的要告我奉陪 谢谢